外界都在觀察 就美中這一次 雙方在阿拉斯加這個會談裡面 到底會談出什麼結果出來 但是讓大家在之前 本來預期說 應該不會談什麼結果 可是沒有想到的是 超乎大家想像中的 火花十足 火藥味十足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的是 首先一開始 這個雙方就劍拔弩張的氣勢 本來講好說2加2的會談 美國兩個人布林肯在加 安全顧問蘇利文 然後中方是外事辦的主任 這個楊潔篪 在加外交部長王毅 雙方四個人本來講好開場的時候 一個人2分鐘2分鐘 結果你知道中方做了什麼事情嗎 這個因為美方 蘇利文再加上布林肯 這個國務卿兩個人 他們本來預計兩個加起來 是不是4分鐘 中方抓著說 你們兩個人講了5分鐘 所以你就是侮辱我們的尊嚴 所以我們就要講久一點 結果你看到什麼事情 中方的反擊方式 這個楊潔篪跟王毅的反擊方式 就是給你16加3加4 一講就講了幾分鐘 講了20幾分鐘 什麼意思呢 你會發現你們講了5分鐘 超過1分鐘 所以我們兩個就講了23分鐘給你聽 所以這是中方的反擊方式 如果你覺得這是很幼稚的 我告訴你錯了 還有更幼稚的 什麼叫更幼稚的呢 你知道中方 楊潔篪先主開場對不對 楊潔篪在主攻的時候 前面他講了16加3 什麼叫16加3 前面那16分鐘 他講中文 我們正常想說 雙方在交談 你雙方要談判 你講中文至少要有英文翻譯吧 結果楊潔篪的講法 還要翻嗎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段16分鐘 我講中文就不要英文翻譯 然後關鍵是後面 他留了3分鐘的時間 他講有3分鐘的時間 他要英文翻譯一個一個 一句一句的把它翻過去 他翻什麼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美方說這個 我們中方說中國方面 竊聽 竊密 然後入侵你們美國的什麼 駭客攻擊 然後去竊取你們美國的機密 然後楊潔篪的講法說 你們美國才是竊聽跟竊密的大國 他這一段話 他拜託英文翻譯要翻給美國人聽 所以我請問你 如果這不叫幼稚 什麼叫幼稚 然後最後再補了4分鐘 讓中國的外交部長楊毅來講 所以你看 這個德國之聲媒體 他又做了一個對照圖 這個對照圖 大概跟大家想清楚 美方跟中方的立場是什麼 美國其實他就覺得說 你們這個16加3加4 而且你又叫英文翻譯不要翻 所以你看美國方面就說 這個中國代表團 大張旗鼓來作秀 沒有想要談實質性的內容 然後中國方面也是講他想講的話 他就說你們美國利用軍事力量 跟金融霸權這個長輩管轄 來打壓其他國家 可是各位去看一件事情 其實美方在這一次的會談之前 就已經有動作 美方做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動作 這邊要跟各位觀眾朋友講的是 你可以看 上面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他是放在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網站上面的一份文件 這個文件內容寫什麼呢 你可以看 我們這邊翻譯成中文給各位觀眾朋友看 他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中國一直想要統一台灣 但是台灣從來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方開場白各講五分鐘 一定是事先就講好協調好 而且彼此都同意了 結果中方完全不照這個規定 一講講了二十分鐘 意思是什麼 絕對不是說他嘴巴很癢 還是他沒有講話的機會 想要抓住這個機會多講十五分鐘 他的意思就表示什麼 國際規範事先約好的事情 他不算 我就是老大我就是大國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就表示說 天下來就是這樣神黨殺神佛黨滅佛 就在美國在前面我都不管 他是要演給全世界的人看 內容怎麼樣當然就無所謂了 所以這也其實就告訴了美國政府 告訴全世界的人就是說 中國接下來不打算根據國際規範 不打算遵守外交禮儀 甚至原先可以講好的東西 他都可以撕毀他都可以不算 既然這樣子後面講什麼就不用聽了 因為你就代表了你就打算 就是根本不打算照原來的規範 原來講好的事情 至於說講內容 他說你這個美國的民主有問題 美方在過去也碰過中國這樣的職責 中國說你們美國的民主有問題 美方就跟他講說很簡單 中方也來進行這個選舉 你們來選總統選市長選人大代表 然後給我們一個典範 示範是不是 對給我們一個示範 你們做得好 那你們來選選看給我們一個示範 中方就沒話講 然後全世界是中國人移民到美國的比較多 還是中國人覺得中國不太好移民到美國的比較多 還是美國人覺得美國不太好移民到中國的比較多 這答案也是非常清楚的 美國的非裔 中國說這個被這個人權的壓迫等等等等 美國的非裔在國內有一定程度的問題 這是美國的內政 但是美國的非裔有大量移民到中國 逃離美國的種族壓迫 逃離美國的集中營嗎 沒有聽說這種事情 所以中國兩位資深的外交官 其實他們也知道 他們就是來演戲 不是來溝通 不是來對話 講那些東西也沒有人想要翻 不必翻譯了 沒有翻譯 他就在那邊念一些根本不是來溝通的東西 他是講給他國內聽的 他是講給他老闆聽的 中國他的心態是怎麼樣 就是說他只要顧面子 他要的是面子 他事實上理直來講的話都可以放的 你對說這個美國對中國做什麼貿易制裁 什麼半導體制裁那些東西 對中國人來講的話 那個都其次 為什麼 那個東西我未來時間一長 我用錢把你買過來就好了 他們的講法一直是這樣子 重點是說 他們現在要顧及到他們自己的政權 習近平的政權 習近平的這個接下來二十大 能不能繼續再做下去 第三任任期這樣子 所以王毅也好 楊潔篪也好 他事實上都在演一齣戲 要演給自己中國老百姓看的 他事實上沒有心意要去跟美國談 否則的話你幹嘛人家美國 你安排在阿拉斯加 安格拉斯 然後給你住的是比較差一點的 你知道他們在哪裡會面嗎 他們叫Jes Cook Hotel 就是這個所謂的庫克船長 飯店那個地方 你知道庫克船長 因為為什麼那個地方 會命名為庫克船長的飯店嗎 那是因為庫克船長第三次的 太平洋之旅的時候 結果有到了白令海 有到了阿斯加 所以這個地方就為了紀念他 但是你知道就在第三次航程的時候 庫克船長就死在夏威夷了 所以代表說沒有後續發展了 英國後來也沒有進到這個地方 所以他為什麼美國選擇 Jes Cook Hotel 其實重點就告訴你說 我們沒有後續發展了 後續就死掉了 死在那邊了 所以美中之間來講的話 事實上這個破冰是沒辦法破的 那可能會更加劇烈 鬥爭更加劇烈 ahí